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外交部部長助理、發言人華春瑩 4月19日在X平台連發了多條的帖文 駁斥美國近來頻繁地以產能過剩為藉口攻擊中國的言行 華春瑩先是援引美國知名經濟學者薩克斯 在肯尼亞民族日報網站刊登的文章 關於所謂中國產能過剩的說法 第一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基於傲慢、惡意和天真的混合體 傲慢體現在美國認為自己統治世界 惡意體現在美國積極地阻礙中國的進步 天真是在於他認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會認同這種宣傳 第二 中國不存在產能過剩 他正在生產世界真正需要的東西 第三 美國的大戰略不是和平、可持續發展或福祉 而是霸權 第四 美國應該與中國合作而不是對抗中國 他應該以雙贏政策取代他的破壞性和自我毀滅的霸權陰謀 華春瑩繼續說 西方一些人一直都將中國新能源行業的產能過剩視為威脅 這是針對中國新的敘事陷阱 是歪曲或忽視一些關鍵事實的謀論 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的競爭優勢不是通過補貼實現的 而是有充分理由的 這包括早期的戰略規劃和持續的研發投入 完善的產業鏈和供應鏈 規模超大的國內市場 勤勉的勞動力和眾多進取的企業 以及對地球未來富有的強烈責任感 華春瑩反問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天然氣和很多其他產品出口過 他為什麼不將同樣的產能過剩標準應用在自己身上呢? 真是雙標了 他還為此按照美國的邏輯 発布圖片更新美國藉口產能過剩攻擊中國的詞點 指美國有些東西的確是產能過剩的 包括了武器和彈藥、美元和國債、謊言和貿論、飛機和粟米、大豆、牛肉、天然氣 還有更多更多 華春瑩繼續說 順便說一句在一個努力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的世界裡 綠色能源產能過剩不是一件好事嗎? 可悲的事實是全球的綠色產能不僅沒有過剩而是嚴重不足 他最後發文說貿易是指經濟行為體之間 自願進行的商品或服務交換 中國不強迫任何人跟他們進行貿易 所有國際貿易都是按照市場規則進行的 但是西方一些人經常都以自由公平競爭的名義 強迫其他國家開放市場 他們真正想要的卻是永久的市場主導地位 而當他們的壟斷地位級級可危的時候 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拋棄交易原則 多麼諷刺呢? 華春瑩對於美國的反擊 可以說是過去一個星期來 中美之間圍繞著經貿議題的暗中較量的一個總結 表面上來看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和中國副財長廖文 近期多輪會面 耶倫在4月上旬訪華 是廖文去接機的 耶倫結束訪華後 又是廖文在4月8日下午 介紹耶倫訪華情況並向媒體吹風 財政部網站消息 4月16日 廖文就去了美國在華盛頓出席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春季會議期間 與美國財政部副部長上博共同主持 召開了中美經濟工作組第四次會議 會後耶倫見了中方一行的 可以說耶倫和廖文在短期之內兩度見面 中美之間近階段不僅召開了一次的經濟工作會議 第四次金融工作組會議也得以召開 看起來似乎情況就是向著共同推進 達成一些目標而去的 不過美國方面就在宣佈布林肯訪華之際 突然又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宣佈對中國海事、物流和造船業 啟動301調查 美國上屆政府啟動對華301調查 並且對華加徵關稅 已經被世界貿易組織裁定 違反世貿規則 受到眾多世貿成員的反對 這時候在布林肯訪華之前 突然又殺出這一招 顯然是要威脅中國 這就注定了布林肯訪華之前 中美在經貿上又有一番角力 看看中國的回應 商務部在美國宣布對中國啟動 301調查之後 4月19日發布關於 原產於美國的進口炳宣 反傾銷調查的初步裁定公佈 裁定存在傾銷行為 自2024年4月20日開始 進口經營者在進口原產於美國的炳宣時 應該依據初財決定所確定的保證金比率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軍提供相應的保證金 這是較少規模的反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 商務部研究院在同日發布了一份報告 題目是《美國對外援助的偽善本質和事實真相》 這份報告在引言中就開宗明義指 美國一直以全球最大的對外援助國自居 但實際上美國的對外援助 從來都是以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 為根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無視廣大、受援的發展中國家的 切實利益和長遠發展 自私自利、傲慢自負、虛偽、醜陋 示意干涉他國內政、謀取私利 為世界和平和發展帶來嚴重消極影響的 這份報告強調以事實和數據為依據 從美國援助的動機、行徑、效果和影響等方面入手 揭露美國援助的偽善本質和惡劣影響 說充分證明了美國打著援助旗號示意妄為 維護單極霸權、擾亂國際發展秩序 破壞世界繁榮穩定的醜陋意圖和嚴重危害 報告一共分為四部份的 第一是自私的美國援助利己主義動機 報告說縱觀美國七十多年來對外援助時 援助首要目標始終是服務於美國自身利益 維護美國自身安全 促進全球減貧和發展等目標始終要讓位於美國戰略目標 分析著美國援助的真實意圖 利己主義動機導致美國援助長期被國內政治和其 全球戰略左右 完全無視發展中國家的切實利益和實際需求 例如美國最近又將非洲視為與中國競爭的戰場 忽視了非洲國家的自身利益 第二傲慢的美國援助干涉主義行徑 報告說美國從來都未對發展中國家平等相待 而是以教師爺救世主的姿態 高高在上、盛氣寧人地施予援助 完全按照自己的標準或線 不是其他國家的文化傳統和現實條件 說美國長期借援助名義 以各種方式對受援國進行滲透 強推美式價值觀和民主模式 進行民主改造 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 受援國不僅未能改善貧困狀況 反而國內矛盾重生、警方惡化 輕則長期、依賴援助、重則經濟崩潰、戰火紛爭、生靈淘炭 第三部分叫做偽善的美國援助、空投支票真相 報告說美國反覆標榜它作為世界第一大援助國的貢獻 實質從來都未完全履行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 早在1970年發達國家就作出了 美國每年至少應該將他們的國民總收入 GNI 的0.7% 用於對外援助的承諾 不過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的統計 自有紀錄以來 美國從來都未兌現這個承諾 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 美國每年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 美國只佔它的GNI 的0.1%到0.2% 遠低於0.7%的承諾目標 應對氣候變化援助是美國口惠而實不治的典型案例 近年來美國推出了五花百門的包含援助內容的倡議 例如是藍點網絡計劃等 最終都落入雷聲大、雨點小的景地 在新冠疫情期間 美國一直都自我標榜是全球最大的新冠疫苗捐助國 實質就是全球抗疫的巨大障礙 美國健康研究組織海澤家族基金會數據顯示 美國承諾2023年之前至少向全球捐贈11億劑的新冠疫苗 直到2023年1月才落實了6.65億劑的 第四部分叫醜陋的美國援助霸權主義本質 報告說美國援助本質是維護它的霸權地位的工具之一 美國藉著援助名義從發展中國家貪婪吸血 反捕美式金融霸權、糧食霸權、軍事霸權、文化霸權 美國霸權離不開對發展中國家的考取豪奪 報告列舉不同領域中美國如何熟練運用援助手段 將發展中國家牢牢地捆綁在它主導的金融體系中 轉嫁風險和責任、加劇贏者通吃的馬泰效應 美國吹捧自己是全球第一大糧食援助國 實質就是全球糧食危機的始作俑者 當今國際糧食市場的四大壟斷糧商中 有三間就是美國企業 不僅操控國際糧價、屢屢炒作糧食安全問題、謀取巨額利潤 還在美國政府和壟斷資本操控下 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衣服 報告又指 美國援助長期和軍火商利益歐年格 已經成為了美軍事霸權的遮醜暴 美式援助使得烏克蘭危機長期化 直至2023年1月美國承諾援助烏克蘭的資金總額達到768億美元 其中軍事援助佔比最大有465億元佔比61% 美國媒體披露40%的美國對烏軍援都被用來強制購買美國裝備或訓練服務 即是所謂的捆綁援助 報告指美國長期打著援助的旗號 肆意妄為、策動顏色革命、製造地區衝突、顛覆國家政權 是世界亂局、戰局的製造者、慫恿者 為國際社會帶來了嚴重危機 為世界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 說美國企圖按照它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改造他國 塑造世界秩序以人權團體、職業協會、勞工組織、獨立智庫等為掩護 在多國推廣所謂民主 扶植反對派政客和親美勢力 顛覆滲透合法政權 美國民主基金會是公開從事輸出民主活動的美國非政府組織 它97%的資金來自美國政府 任務就是在全球扶植親美反對派工會和媒體 根據過去幾年中國對美國打壓的反擊方式 先公布大量數據信息的研究報告 然後就會從法律工具箱中取出適當工具作出反制 這也有近幾年來密密完善法律工具的效果 這份報告針對的是美國口中的對外援助 實質上都流入到自己的利益集團手中 這份報告一方面針對中美財政、商務、經貿問題的角力 同時也是警惕那些倒向美國的第三方國家 不要以為美國的援助有很多好處 實質的得益都是美國或美國企業 以近期局勢來觀察中國要敲打的是菲律賓 小馬可思訪問美國之後滿心歡喜地憧憬 美國將會有1,000億美元規模的投資支持 通過這份報告是要向小馬可思說一句 小心上檔 電片來了 簡單總結 美國打過來一個實權 中方一個閃避之後再拋出個閃彈 目的就是告訴區內的其他國家要清醒地理解中美關係 盲目到向美國後果分分鐘得不償失的 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陸語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陸語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報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 所以在金融村